中国佛教 末期 金灿佛寺 恒神仙 佛法变成什么呢 变成度 鬼道众生 不度人道 这就变成了宗教 世尊在当年 完全是对人讲学的 对象完全是人 没有鬼神 由祝天鬼神 那是跟佛有缘的 是旁天的 他们不是为主 是以人为主 世尊灭度之后 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 也是以度人为主 不是度鬼神 孔子说得很好 大家都能够听错 敬归神而言之 夫子知道有鬼神 对鬼神 我们对他恭敬 语言是什么呢 你不要跟他学 是这么个道理 你跟他学呢 你跟鬼学 就到鬼道去了 你跟天学 就到天道去了 到天道还算不错 到鬼道就错了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懂得 恨复 这是儒家教育的目标 他虽然很贫贱 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 但是他过的日子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落在其中 这个落是真落 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 中国读书人 趁这个约 趁这种落 叫孔炎之落 孔子 炎晦 他们的落从哪来 与物质生活 与地位毫不相干 孔子跟炎晦 都是平民 落的是道 佛法更是如此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表示 实现 几十年 前后一共算起来是六十年 佛妻十九岁 圆寂的 十九岁 你看 离开 学期了荣华富贵 学期了过往的地位 去做一个苦心身的生活 为什么 我们一般人看的 我们一般人看的是苦心身 其实 他生活 充满了喜悦 超过了做过往 真正 真正有智慧人 选拨这种生活方式 没有真实智慧 他不懂 他迷在 七情无欲里头 认为 认为这个东西 有路 他不知道 利誉 断烦恼 开智慧 那个落去 不是世间人 能够想象到的 所以佛经上常用 不可思议 来形容 不落 能干吗 能干一辈子吗 越干越欢喜吗 落在其中啊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做人 特别是学佛 忠苦 古生献献 传下来的道 实际上 就一个字 臣子 臣到极处 就是致臣 致臣 就能感通 上跟诸佛如来通 下跟一切众生通 这是李老师传给我的 传给我四个字 致臣感通 传给江一词 只有一个字 写在他手心里头 就是臣子 老师告诉我 发心学教 那是真正把世尊的法 沉传下来了 但是这不是容易死去 他说出世间法 佛法 不说别的了 但说这一步到藏进 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 你不通 你怎么能沉传 你怎么能教化 如果只通佛法 不通世间法 你没有办法教化 通佛法 切礼 不通世间法 不切记 你所讲的 没人听 那换一句话 通佛法 还得要通世间法 世间法 其他就不谈吧 就说中国这一套 大丛书 四库全书 你能通吗 老师这一问 他把我们问呆了 那我们衡量自己不够 那就算了 写期吧 写期不行 为什么呢 现在没人发现了 真正有这个心的时候 都非常可贵 就老师就教我这个方法 我们不能用读诵 不能用记 这个记忆 不能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的确是搞不通的 用什么 用佛家足足相传的 至诚感同 我们这个通 上面通佛法 下面通世间法 用感 什么能感呢 臣能感 真正 诚还不够 真诚到极处 送给我四个字 至诚感同 我们才能做到啊 我们才能做到啊 我这能做到啊 我这能做到啊